10年前蔡葉文還跟馬英九辯論要擺一口話 反對 要不要蔡葉文去擺一口話 廢掉算了 我的立場 我沒有代表說其他的政黨發言 我本來就沒有反對胡茂 我是反對黑箱胡茂 而且兩岸經貿真正的重點是 兩岸經貿的好處就在利益 是全民共享 還是少數的權貴買辦分享 這才是重點嘛 我根本我個人 我沒有反對胡茂 我沒有反對貨茂 我是反對黑箱 我是反對被少數人把死掉 請教一下胡茂的問題 因為現在好像網傳說你說要重啟胡茂談判 會傷害台灣的經濟 你怎麼看那種作法 反正這個又是典型的網軍作戰 其實這樣 第一點 很務實的講 應該是貨茂比胡茂要優先 還有一點 兩岸監督條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從太陽發射以後說要設到現在 應該你要先建立兩岸監督條例 因為大陸不管要簽約 要有個機制 民進黨執政幾年 七年了 該通過法律也沒有通過 明白的講 只有民進黨不想通過的法律 有民進黨不能通過的法律 特別他是在國會一黨獨大 所以這題標準答案是這樣 兩岸之間一定要來往 但來往一定要有法律規範 所以躺在立法院兩岸監督條例 請民進黨趕快通過吧 那個綠營的立委就批評說 你重啟符貌是要討好藍營的選民 你認為是有這樣的意味嗎 我不是講了嗎 兩岸的一定要來往 來往一定要有規範 這要怎麼規範 兩岸監督條例躺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所以民進黨我跟他一樣 每天再講一下一大堆事情 自己該做的事情從來不做